2011年元旦上午 数百位华人侨胞手持澳洲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 聚集在悉尼唐人街的中国国民党党部门口 举行元旦升旗典礼 这是澳洲唯一可以永久飘扬中华民国国旗的地方 一百周年的盛典 侨胞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在这个侨团举世团欢的日子里面 我很开心今天跟我们来参加在雪梨这场盛宴 非常开心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百年的盛会 也是我们全澳洲雪梨的华侨最高兴的 那也谢谢国民党这次来主办这个活动 那我们澳大利亚全侨的侨胞在这里 非常高兴支持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万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是我们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让我们所有的侨胞在这地方都非常的兴奋 让我们国家更强壮 人民生活更好 一百周年元旦升旗典礼 典礼开始 来宾们为省师点睛 中国文化有炮竹除旧岁 锣固迎新年的习俗 精彩的舞师表演为升旗现场带来一派喧闹 按中国人的话来说 就是吉祥如意 乔胞们在肆意的带领下 一起高唱澳洲国歌和中华民国国歌 伴随着国旗歌歌声 三面旗帜慢慢升起 乔胞们向国旗行注目礼 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大家一同用口号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 胎带 我们中华民国国魂唱诺 中华民国的一百 精彩的一百 就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能夠在民國一百年在澳洲過跨年 那覺得很感動 然後剛剛唱國歌的時候 看到大家揮著國旗更感動 今年來這裡Walking Holiday 然後遇到台灣一百年 就是我們真的從澳洲不同的地方 然後特地過來 然後希望就是台灣可以越來越好 歐台灣 歐台灣 喬姐領袖們也藉此向悉尼僑胞們 致新年祝福 今天是逢這個中華民國建國百周年 在這邊我請恭祝我們喬姐所有的鄉親 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希望國運昌隆 在地的僑胞 身體健康 事業成功 謝謝 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今天又是建國一百年的第一天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 一百是象徵著祥瑞 圓滿 成功 所以在這邊祝福大家 2011年這個一切順利 心想事成 兔年行大運 祝賀我們雪梨的僑胞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兔年行大運 圓旦之夜 僑借在美新酒家 舉行慶祝活動 把新年一史的歡樂推向了高潮 活動的執行長 余展威 以軍人箭步 將一面中華民國國旗 送到國民黨元老司徒惠初手裡 拉開了晚會的序幕 改變了中國幾千年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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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們紛紛至此祝賀百年大喜 台灣是真正的財政 真正的財政 中國文化 台灣是真正的財政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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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主辦者介紹 當晚的慶祝活動餐券早已受空 洗開112桌 共有1100多人參加 這是悉尼華人社區少有的盛會 再歌再舞的演出 讓所有人都非常的投入 整天的慶祝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 舉辦者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 僑借的慶祝活動將持續一整年 每月都有慶祝活動的安排 他們希望得到僑借各方的支持和響應 祝賀百年快樂的詞 對方都是要放鬆鼓發動的 在這間一場游泳豐動的 一場游泳豐動的 一場游泳豐動的 Principal在這間的出現 前湖會有兩場游泳豐動的 暫時的墓阻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